長跑運動越來越普及 香港馬拉松參賽人數 由2008年近5萬人 上升至今年超過7萬人 不過一般市民未必會注意跑支 因而增加受傷的風險 就住有關問題 理工大學一個研究團隊 照務了320名18歲至50歲 跑齡不足兩年的長跑初學者 分成兩個組別 分別進行為期兩個星期的跑步訓練 當中部支訓練組跑手 可以根據生物反規訊號的提示 察覺自己的跑支是屬於輕著地 還是寵力著地 繼而改變跑支 至於對照組 就會按慣常的跑支進行訓練 期間不會收到任何生物反規訊號 結果發現 在12個月的監察期裡面 部支訓練組 錄得28宗受傷個案 佔該組別16% 而對照組 就錄得61宗受傷個案 佔該組別38% 反應接受部支訓練之後 受傷機會降低了62% 不過研究團隊指出 部分部支訓練組跑手 在訓練時改變了原本的跑步姿勢 用腳前掌取代腳爭著地 以減輕著地的撞擊力 但是由於重心過分傾錢 導致小腿負荷增加 令他們主要出現小腿筋健炎 和小腿拉傷等傷患 反之對照組的跑手 就沒有這類型的傷患 團隊解釋 相比起改變落地姿勢 增加步頻是較有效 減低受傷風險的跑步方法 譬如一些用腳爭落地的長泡後手 在說每一分鐘 或是跑8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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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步 用同一個速度 其實增加步頻 亦可以有效地減低負荷 所以如果在參加研究中的一些跑手 如果選擇增加步頻 我們看到似乎情況 可以完全其美 可以減低負荷率 減少受傷風險 但是亦不會因為 調節了落地方式 而令小腿的負荷增加 張士希建議跑手 應該同時採用腳中掌著地 增加步頻 和身體稍微傾前的跑肢 從而減低跑步時受傷的風險 LiveTV記者陳英倫報導 把劑快按下 然後再次寫我 一礙一礙一礙 在進步時間 他會用負荷時間